嗨大家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高级玩意儿 就是SWIM的百轮二代发射器 之前有做过一期一代的视频 这次看看都有哪些变化 最明显的就是主体变短了一截 少了两个镂空位置 而且前管可以快速拆掉 要拧一会儿 是这种螺纹的管子 应该比直插螺丝固定的那种稳定一些 这样长度是59厘米 这也更便于鞋带了 拎出去不会像之前那么乍眼 短了一截 那现在重量肯定也变轻了些 价格上 网店一代是6350 二代是6050 要便宜几百块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省了用料 颜色选择有五种 猛男粉 远峰蓝 深空灰 朱砂红 和银色 还有个定制选项 是刻字直接加到金属上 估计不便宜 这样组合起来 长度是76厘米 需要的话 还有更长的前管可以替换 管前有这种U型的螺旋扣 可以适配这个比较新的金属鱼线 名字叫Easy Lock 安装方式是直接插进去 旋转 锁定 很牢固 没有丝毫的晃动 它是靠前面这个弹簧弹力来锁定的 拆卸就是先压住 旋转 打开 对于这些老板一线 直插有点松 缠点胶带什么的 原因是这个管子的外径是15.95 这里有标注 比常见的石榴细一点点 细节上气缸这终于没有奇怪的SHOF的刻字了 没有挺好干干净净 后头也变得更简洁了 和之前比哪个好看看个人审美 主要是委托罗斯由原来的一边四个变成了两个 换弹簧省事一半 黑色部分材质不再是尼龙了 换成了CNC加工的某种塑料 摸着就有种金钱的味道 感觉上比尼龙硬 拆装很顺畅 对于工匠的弹匣 长龙抓进不去 因为这个爆弹汁太宽了 短龙抓会更宽一点就别提了 所以这俩都不行 解决办法也有 就是要打磨 像是这样 左右凸起的弧面都要磨掉 就能进去了 略略的有点紧 但是可用 拆装逻辑和衣袋是一样的 两片金属外壳夹着内垢 少了很多螺丝 拆得快些 拆下看看 结构很简单 握把弹虾井都是单独的图件 划块依然是轴承的结构 很小噪音很滑 这里拆开就可以把拉栓换边了 其他气缸和龙门结构变化都不大 我就不拆开看了 这个是早期的版本 现在的内构有升级 包括碳纤维活塞 轴承龙门和一体前杠 应该能让表现变得更好些 此外还有这个 下拉组件 还没有上架应该快了 好 差不多就这些 找了一个描具 出去打靶一下 这造型怕是有一点点敏感 带着这几个滑滑绿绿的演示一下 靶子在那边 我会在这里 距离是20米 我就坐在地上能稳定一点啊 使用6发用过的兼结弹 第二发托把 三公打击 三公打击 好 命中力的确可以 但是要好一点的蛋 我之前用的这种 不知道哪里来的 骗得厉害 最后总结就是挺好 有钱可搞 那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拜拜